Hello 大家好 我是HobbyGamer的MX 歡迎收看MX的會具箱 今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個 Yolo Park的Optopus Park 即是Optopus 這個是游騎堡受割出版的Model Kit 其實它在Yolo Park有幾種系列 我手上是AMK系列 20cm的Model Kit 先看看封面 封面很明顯是電影版的Optopus 前面一集的電影有Rise of the Beast 即是跟聖星那邊最新的電影版本的Optopus 再看看旁邊有架單 你見到它有Hazmo Logo 有Optopus的樣子 後面又如何呢 後面又會看到它的成品 它的樣子和它的細節 它有什麼細節和可動性 整體的模式是怎樣的樣子 我們現在就回來看看封面 以及拆出來 馬上組裝 給大家看看這個究竟效果是怎樣的 好了 我們現在就打開這一盒Model Kit 來看 寫著AMK Series 20cm的Model Kit 我們打開來看看 打開它一看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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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像成品一樣的 有本說明書 有一張說明書應該是一張 兩面而已 先看看 它教你怎樣陷的 其實主要都是 都是要組裝的 它都是要組裝的 不過呢 就 是咦? 不是很多地方組裝的 你可以 我們近鏡打開這個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要組裝的 其實你看到 都不是很多東西 它其實很多東西都已經是 組裝了給大家 我們現在就組裝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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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mound也很容易建設的 只是一點也不複雜 而且它的обще分都滿穩固的 很多位置都滿滿 很穩固 最後就是頭 好緊 好緊 基本上就組好了 這個就是 我們再細心欣賞一下 首先看一下這隻 近看來的B條 可以的 可動方面其實都蠻好的 特別我想說的是它的肩膀位 肩膀位這個位置可以拉向前 它有個關節是可以拉向前 當然可以360度扶手 360度轉 這裡又如何呢 其實它這個可以拉到最多就是這麼準 所以不可以拍到上前 但就可以去到這個位置 當然可以 打環 其實呢 可動環可以的 腰間呢 這裡 這個胸 和腹 那裡 都還有一個 可動在這裡 是不是夠美 這樣打橫看的話 大概就是這樣 腰可以轉 腰可以轉到 頭部 頭部就不用說了 它就可以 摩高 也可以380度 首先是波樽 波樽 也有一個頸 這個下面這個位置 也有一個 關節呢 是讓大家可以用 頭部 很嚴重的是它沒有武器 它真的沒有武器 只有兩個手掌和兩個奇怪的手掌 這個也可以接受 但這個很明顯是拿槍的姿勢 是拿槍的手指 但它完全沒有槍給你 這個模型 買回來原來是沒有槍 但你又給你拿槍的手指 到最後 奧帕文和盒子 其實我今次故意放回它後面的姿勢 其實都做到的 剛才我扭的時候就沒有扭到 現在說回來 這隻腳的位置可以掀起前面的裙甲 然後把股關節推前 做到大腿的位置可以做到約90度的扭曲 就可以做到現在你看到這個好像雷尺 雷尺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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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如果想看造型和細節來說 其實這個就算不錯了 因為它的細節的確是不錯的 如果你懂得上色 你和它做一些比較實的例如有些例子 或者一些機械刮花的顏色上去 其實就可以更加漂亮 做擺設也可以 其實如果給小朋友玩 其實給小朋友玩也可以的 其實挺大隻 站出來給大家看 本身其實它也很大隻 小朋友玩也可以玩得到 其實它是比起一比高達 一比一百的高達 差不多這個尺寸 你可以看到它的高度也不太小 所以我覺得 其實這盒東西不是很貴的 如果真的粗滑也一流 如果大家喜歡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或者留下言 如果有買這個系列的朋友 可以留下言 看看有沒有哪一個角色特別好玩 可以告訴我 好吧 我們今天的節目到這裡 下次我會介紹其他玩具給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